這像是災難片場景 鐵皮屋頂全被吹走 狂風暴雨 肆虐綠島 綠島南寮一家托兒所 屋頂鐵皮被風吹垮 樹木野東倒西歪 拆口海灘附近一家民宿 大廳外牆玻璃被牆風吹破 風雨通通灌進屋內 除了玻璃破裂 民宿外走廊遮雨棚一半已經掉落 剩下另一半搖搖欲墜 還在跟牆風搏鬥 另一邊公館民宅 外牆屋頂都被牆風吹落 原本在棋樓的雜物 也被拖離家出走 大馬路上一片狼藉 會不會飛過來 飛過來 海魁台風3號下午暴風圈 綠島地區首當其衝刮起13到15級強陣風 島上陸續傳出災情 綠島現在風雨突然變超大的 然後完全沒辦法出門 外面一直聽到 噴噴噴噴的聲音 感覺是鐵皮 也感覺是水塔 風雨造成綠島部分地區中午一度大停電 外頭風雨交加屋內漆黑 再加上超高頻的風切聲 猶如恐怖電影在現實生活中真實上演 儘管已經緊閉門窗 但還是沒用 鐵捲門不提強風拍打不斷咬晃 就連住家都出現滲水跡象 可見風雨真的超級強勁 連我們家裡都是水了 家裡進水 街頭出現大量招牌掉落物 整座綠島遭到強風襲擊 更誇張的還在這裡 海面波濤洶湧 大浪越過堤防 強風俠帶好雨衝進港區 即使已經綁上纜繩 漁船還是出現劇烈搖晃 綠島位處第一線 颱風掃過帶來災情 島上居民仿佛歷經明天過後 面對強勁風雨真的被嚇壞了 今新聞 陳姓芮 王成嶺 吳韻謙 採訪報導